作曲 李宗盛 给个喘息 放空放下 等时间给回答 自我挣扎 重新再出发 岁月莫里她的压 留给我伤疤 忘了沉默 忘了洒脱 关心赴汤导火 拥有了更多 依然寂寞 城市空如漩涡 豁 都能重新 固定好 真壮 闺音 尼小 夏天 杜小 猪 我没这个儿子 爸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爸 我真的知道错了 爸 你还知道你有爸 喂 姨呀 别怪你爸说你 他生病住院的时候 都找不到你人 害得你姐大老远 从北京往老家赶 结果半路流产了 你说说你 何阿姨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对不起我爸 我对不起我姐 我对不起您 你们打我 骂我 我今天就是来道歉的 我打你有什么用 你姐留上的孩子 能回来吗 爸 我真的知道错了 您别不理我 你咱俩出去走走呗 我爸 你 你 这个不争气的唯一啊 但愿这回他真的知道错了 我感觉他真的得到教训了 那就好 谢谢 谢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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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 您就原谅我吧 你看你 怨我 都把你宠坏了 爸 我现在在找工作 我现在不挑 只要人愿意用我我就去 我再也不作了 什么苦我都能吃 你找干吗去了 要找踏踏实实的 你媳妇那个人不好了吗 我也可以 爸 都赖我 我但凡让人家看着点希望 人家也不能跟我离婚啊 也能明白这些 这段时间的罪 也就没白说 爸 我还要继续留在北京打拼 我从哪摔倒 我就得从哪爬起来 我把我那些游戏账号写 我都卖了 我以后再也不装了 我以后 踏踏实实地工作 创业 爸 我宋维一 一定要靠我自己这双手 在北京谋得一席之地 否则我就不配给您当儿子 爸 有你这些话 爸原谅你 爸 儿子 别哭了 爸 你这么做起来 你这么做起来 就这点了 你拿去吧 我不要爸 我不要爸 你总得生我呀 这是最后一次了 到时候连本代理都还给我 我不能要爸 可迎走了 您被我祈祷住院 我姐的孩子们 这次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才终于看清我自己到底是个什么 爸 虽然我孙维一 现在还不敢说能养您 但是从今天开始 我花的每一分钱 都必须是我自己亲手挣来的 我不能要 爸 好儿子 我的好儿子 子夕 你在干什么 晒照片啊 人家晒照片都在网上晒 你这是名副其实的晒照片 陆老师 你要不要看看 这是我和我妈去澳洲玩的时候拍的照片 这是我们一家三口去欧洲玩的时候拍的照片 看看 不用了 看看嘛 是不是我妈太漂亮了 你自卑啊 是 子夕 你下次在跟你妈妈视频的时候呢 最好告诉她 我呢 现在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让她不要再干这些幼稚的事情了 就算她在高贵典雅美丽大方 她现在也是夏唐妇了 夏唐妇什么意思啊 自己查字脸去 陆可依你个坏女人 你永远别想当我妈 你给我回来 你走了谁给我做饭呢 饭在锅里 自己热啊 大小姐 你 你好 游泳健身要不要了解一下 凭我们这个可以免费体验一次的 好 我们这儿现在刚开业 有半一年送一年的活动的 不用了不用了 你好 游泳健身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 我们这儿还有专门针对女子的减肥速行 您看看 这个我们这儿健身房游泳池都有的 有一对一私教 我们这个现在有买一年送一年的活动 很值得 真的 您凭这个可以免费体验一次的 你不用了 游泳 你怎么在发传单 没有 这个上手快来钱快 我现在需要挣钱啊 快中午了 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可是我十二点才下班呢 没关系 我等你 行 那你等我有会儿啊 你好 先生 游泳健身要不要了解一下 不用不用 游泳可以评论个健身免费体验一次的 不用了不用了 您好 先生 游泳健身要不要了解一下 不用了 有专门针对男士的健美增肌啊 您好 先生 我们有专业的这个塑形 可以啊 没事 吃饭 你挺好的 挺好的 挺好的 你和他在一起 开心吗 如果是物质方面的话 我挺开心知足的 要说精神方面的话 我不瞒你 我不喜欢他了 我不喜欢他了 他这个人 太直男 太过温柔了 但是你却可以忍受 可以和他过下去 你就当我是个坏女人吧 你不是坏女人 我明白 是我的问题 我知道你恨我 你不用这么说 要说一开始我确实恨 但是现在我恨我自己 宋伟毅 你在这儿跟我装清高是吧 我没有啊 我也想跟你好好过日子呀 但是跟你过日子 实在是太苦了 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你说得对 我没想到 你还学会挖苦人了 贺阳 你今天是不是心情不好 这不关你的事 您好 您好 健身房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 对不起 没兴趣 凭我们这个卷可以免费体验一次的 不用 建个什么啊 现在我们这儿有优惠的 您好 健身房要不要了解一下 不 我们这儿有免费私教的 您好 健身房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 我可以先看一下 拿一张看一下吧 谢谢啊 宋伟一 你 凯哥 给 谢谢凯哥 咱们有日子没见了 你怎么 在这儿发小混号呢 我总得找事情做吧 这梦想又不能广复 也是 人有些时候吧 是得像现实地上 凯哥 后来公司渡过难关了吗 半门大吉喽 这以前的同事啊 朋友啊 我也不好意思联系人家了 对了 我把你拉黑了 不好意思 你别这么说凯哥 那会儿是我不懂事 你都那么烦了 我还天天犯戏打扰你 你别怪我 我真不是怕你打扰我 我是看着你的消息 我不懂怎么回你 那现在呢 我现在开了家密室逃脱 密室逃脱 这个现在很火吗 我看现在好多这种店 还可以啊 现在寻求刺激的人还挺多 咱们呢仗着以前做过动漫设计 情节简单又好玩 我觉得吧 现在抛去刚性需求 两种钱比较好赚 一呢是娱乐消费 二就是儿童教育 有道理 对了 今儿我还有事 不跟你多聊了 改天见 那你先忙凯哥 再见 拜拜 拜拜 这个月的业绩又翻翻了 是的 这是你近半年以来的业绩表 你自己一看吧 接下来几个项目 推进得怎么样 一直在跟进 放心的理由 你不要有什么心理不平衡 业绩都是自己做出来的 你要学会为你的行为买单 千万不要被甚至充分的头脑 每一个项目必须甚至有甚 不可掉以轻心了 谢谢你的配合 你现在可以去财务那儿 领取离职补偿了 我们会给你出一份求知推荐信 以便与你以后找工作的时候运用 你去忙吧 去 宝贝弄走行政然后走他 宋总 您出手就是不一样 业务部还有几组没有裁员 还有最后两组六个人 明天把六个人一起约过来 速战速决 后面还有安保部和数据成新闻 好 嗨 宋宁 宋小妞 你们来了 这个地方看着挺有意思的 没来过啊 没来过 落伍 所以我不能让我的孩子落伍 我要带嘟嘟和妞妞来 好 唉 朵拉呢 那儿的吗 跟教练正在练呢 唉 你俩先聊啊 我去拍几张照片发给老夕 让你知道什么是得志体美劳全面发展 你小心别感冒啊 知道了 恭喜你啊 终于找到了朵拉正确的教育方式了 我觉得俊龙以前说得对 教育就应该因材实教 其实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自己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引导就是最好的教育方式 一味地打骂和填鸭肯定是补行的 你就比如说 父母都没有音乐细胞 偏要给孩子买个钢琴 让他成为贝多芬 那怎么可能呢 只要基础教育不放松 业余爱好也是可以遍地开花的 谁说玩就不能玩出个门道了 是不是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我看朵拉运动细胞挺发达的 我看朵拉运动细胞挺发达的 没准将来啊还是个滑冰奇才 贵国真光还说不定呢 借你机缘 走吧 我们去看看他 嗯 好 走 走 你怎么在这儿啊 想什么呢 哦 我在想明天去安吉的事儿 你要去安吉 嗯 那边正好是开发区 安吉是个好地方 怪不得你要亲自出马呢 双击无限 那肯定啊 我要再不亲自跑一趟 哪天你眼珠子一瞪 我可职位难保了 别想取笑我 没有没有 我就是想过去清静一下 你们业务部不是这两天正好裁员吗 那些被裁掉的 还有怕裁的 都跑我这儿来蛤蟆念经 我真的是 人都快烦死了 所以正好是去安吉安静一下 你这边就快刀斩乱吗 等我回来 我就希望我这耳根子就彻底的清静了 嗯 我干嘛了我杀人不眨眼啊 被你说得跟女魔头似的 你以为呢 哎 你现在那简直大家是谈虎色变 风头绝对不亚于我 我知道他们怪话多 但是我最起码问心无愧 因为我是赵璋办事 嗯 没有人说你不公道啊 我去安吉真的就是去谈业务的 嗯 放心吧 我尽量在你回来之前帮你摆平业务部 嗯哼 靠谱 我 嗯哼 小刘啊 诶 客到了吗 是 这吊真漂亮 天然的仰霸 真舒服 喂 没位啊 没我电话了 给删了 老关 没有没有没有 我刚刚在上网 所以没看见 怎么了 你是不是在湖州安吉啊 你怎么知道我在安吉 你是不是看我朋友圈了呀 我有可能就在你的楼下 什么 你也在安吉 还在我楼下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在谈事啊 你呢 我也是啊 过来拓展一下客户 那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 这是观众在对我发出邀请吗 对啊 行 不过得稍微晚一点 因为我一会要去拜访一下客户 也不能太晚 我晚上也约了客户 好 那大伙把时间云一云 约呗 好啊 就这么定了 拜 拜 好吧 就你了 来吧 真是太巧了 是啊 说实在的可真是巧 我平时吧 都不怎么发朋友圈的 今天就鬼使神 他他就发了 碰巧你就看见了 我平时也不怎么看朋友圈啊 今天一看 就看到你了 你说啊 咱俩这婚倒是离了 却跑安吉来许云了 或许真有这种可能性 老关 你这嘴巴 有的时候也挺会聊的啊 你今天也是各种会聊啊 这就说明呢 咱俩特别适合做朋友 对 以前呢 顶着夫妻的头衔 确实也很不惬意 现在夫妻的头衔去掉之后 反而聊得轻松加油太了 你这话啊 倒是说的再聊 你这边谈得怎么样 挺好的 挺顺利的 这边吧商机比较多 客户吧 也都挺乐意的 你呢 我约的是晚上的局 没事吧 没事 只是这边换了个负责人 问题不大吧 不大 不受什么影响 谈了很久了 行 那咱俩快点吃 别耽误你后面的事 别着急啊 良辰美景莫错过 那行 那就不要辜负我们老关的心意 干杯 你不用扶着我 我没事 你喝大了 我没喝大 我的酒量很好好不好 这个酒有后劲 大半瓶全你喝了 你放心 后劲再打我明儿没工作 我大不了回去就睡觉 走 我送你回去 不用不用不用 不要你送 我自己打个车就回去了 你打车我不放心 我告诉你 湖州的分公司 给我派了一辆车一个司机 就在门口 原来你有车还有司机 那是的你送我 走吧 小金呢 小金 小金在北京 我们现在是在安吉 安吉 你别闹了 我怎么会跑安吉来了 再说你怎么会在安吉 你搞笑呢 还出车啊 你别逗了 到家了 simpler 舒服 在干什么 帮你脱鞋 要喝水 喝水 了 来 谢谢 照顾好自己 你要去哪儿啊 跟老王谈事 那 那你别喝多了 早点回来听他没 好 乖 早点回来 乖 乖 乖 好 郭总 你慢点 您没事吧 没事 您真没事吗 行 你回去吧 回去 不就送 不就送 没事 那郭总 那我就不送您上去了 回去 回去 好 回去 好 好 谢谢 您慢点啊 谁呀 李姐 开门 开门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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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吵死了 来了 来了 老关 你又是一身酒气回来闹人 你真的是烦死了 我想顺眼 我想顺眼 我说老关 你说你喝那么多酒回来是闹谁呢你啊 你给我起来 你要睡在这儿 我怎么睡要起问 起来 我起来 起来老关 你 让开 老关 你干什么 你沉死了 你别压着我 老关 我的手 停车 停车 老关 老关 你看你干的好事 你在干吗呢你这是 这不走错屋了吗 走错屋了 你没屋吗 你自己不让婚里屋 你跑回我床上来干吗 要不是喝醉酒 谁来你房间 不是你 你你你你你别跟我着急穿袜子 你把这事给我说清楚了 说明白了 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要不然我跟你没完啊 有什么好说的 咱俩曾经是夫妻 酒后其实出个小状况 纯属正常现象 不是 我跟你离婚了 半个月以前 我就已经跟你离了呀 那曾经也是啊 那那你的意思 还是我的错了 我没说是你的错 那 如果你不给我开门 我能进得来吗 你自己想想 昨天晚上 你大晚上在门外 使个劲地砸门啊 一直在那儿 鬼哭狼嚎地喊 我要不给你开门的话 那整个楼道 不都被你给吵醒了吗 其实咱俩都是成年人啊 其实 只要你不说我不说 没人会知道 你说的倒是很轻松 我吃亏了呀 本姑娘吃亏了你知道吗 陈总 这么说就没劲了啊 吃什么亏了 我跟你说老关 你真的就是我的客行 烦死你了 真的是你欠死了 我不是都道歉了吗 你还让我怎么办 我跟你说老关 这件事情 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 一个人都不能说 听他们 有任何一个人知道 你说了的话我 行了 这又不是什么露脸的事 有什么好说的 你 滚滚滚滚滚滚 真的烦死我 你快出去出去 行 我走了啊 昨天晚上喝了酒 今天喝点汤 等味道 等等 老关 你待会儿出去的时候 一定要左右都看一下 千万不要撞到任何一个人 听见没 那真的是太丢人了 放心吧 我一定不说 我一定不会大声说话的 没人也转转到 老关 你敢来得及吧 来得及 关总 那我先搬领一下退房 好 那房卡给你就没别的事了吧 对 好 谢谢啊 我搬领一下退房 你好 退房 先生您哪个房间 楼 611是吧 是的 陈总 关总 现在要走 你不会也是吧 对 我去 我去杭州坐飞机 太好了 我坐高铁 终于可以不用见到你 不至于吧 至于 那路上小心点 对了 昨晚的事 你最好给我一定烂着肚子 放心吧 如果我要说出来 就保证我找不到邂逅 关总 关总 小刘 这是陈总 陈总 昨天晚上我们送他回来的 昨 昨 你就是昨天晚上那个小刘 是 昨天晚上真的是麻烦你了 辛苦了 辛苦了 应该的 应该的 行 那你跟关总你们忙 我先走了啊 关总 再见 再见 关总 陈总还挺漂亮的 什么意思啊 我 我没什么意思 我 我就是恭维一下 有什么好空尾的 有什么好空尾的 陈总好 对了 约 aluminum 你行我了 你行我了 你的事刹些点啊 对啊 前后 来来来 你坐坐 你有商业计划税要给我 季哥 我不太会写什么商业计划书 我就从网上下载了个模板 你先看看我的创意见吧 亲子 密室 逃脱 儿童异志的是吧 这事我寻思好久了 你先听听我的想法呗 您说 首先我本人就特喜欢玩 这个你最清楚 准确地说 师父 我们这一代人 都喜欢尝试新鲜和刺激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玩上 是最舍得花钱 也是花钱最多的 而且你知道 像什么游戏呀玩具这种东西 它们貌似担价不是很高 谁都消费得起 可是 只要你一陷进去 形成循环消费 那它就是个无底洞 是 我也玩游戏 游戏就是这个样子 再加上 我最近受了点启发我就想 为什么不能把我的兴趣 变成职业呢 这也挺好的是不是 其次就是 我之前在你和我姐家住的时候 经常看到你们俩因为朵拉 上什么科外班啊 辅导班的事吵架 我姐这人就是 只要这事有可能对朵拉好 那她就舍得花钱 你就跟我不用说了 对 小孩的钱呢 好赚 所以我就想而做这个亲自密室 这事呢 既好玩又赚钱 投资小回报大 主要是她前景很好 这个是一次性的 她怎么具备复盘性呢 她虽然复盘性不是很高 但是我们可以开发她的周边产品啊 比如说什么摄影照相 这个儿童意志 而且以后等我们规模起来了 还可以开发餐饮 像小厨房带照顾孩子 而且姐夫你想 一个小孩玩 最少都要一到两个大人陪着吧 这些都是利润啊 这一回 我觉得你有点靠谱 真的 那姐夫你是同意给我投资了 也得通过董事会 但是就我个人 我比较喜欢这个项目 谢谢姐夫 谢谢姐夫 等消息呗 好 姐夫还是老一下吧 慢心病 后半辈子都得跟她打交道了 没事啊 上岭年纪的人都有毛病 回老家我照顾你 主要是怕给你添麻烦 那有什么麻烦的呀 你又不是瘫了不能动 但是呢你得遵医嘱 戒烟戒酒 有你监督我 我全戒 那么大人了自觉点不就行了 爸 没事了吧 我 你怎么才来呀 我找姐夫商量点事 怎么样 没事 那咱们回去吧 借给您给我 走 走 爸 您就放心回家养病 经过这次的教训 我彻底明白自己能干什么 该干什么 您就放心吧 您儿子已经长大了 也都想好了 想好了 卑鄙 那你就踏踏实实在北京创业 你爸这边呢 你不用担心 我来照顾 何阿姨 我一直 没跟您道过歉 说过一声谢谢 谢谢您 何阿姨 都过去了 我的脾气也不好 您也别往心里去 儿子 不但要踏踏实实创业 更要踏踏实实做人 别再给你姐和姐夫添麻烦 放心吧 爸 你最近挺拼命啊 公司忙 我是你妈还不了解你 二宝掉了 你最难受 心里恨的话 又没地方发泄 就玩命工作 来麻痹自己 是不是 没有 妈知道你心里难过 也知道你最需要安慰 可偏偏这个时候 李俊能跟你闹 一句可信的话没有不说 还全是猜忌 你埋怨 你别说了 我得说呀 你是我闺女 我要不替你说话 你这委屈就只能咽肚子里 咱俩俩太像了 记得当时我跟你爸离婚 我这需要 我才能 weer能复见 那是我 对我来说 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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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见江浩明了吗 现在是裁员的关键时刻 我哪有时间见他 这样 我跟你说个事 江浩明为了避嫌已经提出申请调回总部了 在他临走之前 他非常执意地向董事会提出来 想让你当行政部的副总 而且为了这个事 他和罗总在视频里面还吵了起来 我是觉得 他这么多努力吧 其实只会让你后面变得很难做 当然我也理解 可能他是为了弥补这么多年 对你的那份愧疚 不过呢 确实是欠考虑 我听说 你向董事会强行推荐我上位 为此还跟罗总吵了起来 他们非说我推荐你是出于私心 就算我有私心 你的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 我能不跟他吵吗 其实今天我来就是想跟你说 等裁员跟照片已结束 我逝去逝留还在考虑 为什么 就因为那些流言蜚语 对 因为流言蜚语我的孩子掉了 我会得为我将来考虑考虑吧 工作固然重要 但是 我不能放弃我的家庭 四娘 我只是觉得我对不起你 所以我想补偿你 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 更不需要补偿我 我觉得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江总 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出去了 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出去了 这个没有意义 行 好吧你赶紧去联系这个 行行 您跟财务说一事吧 姐夫 你找我 好消息唯一 董事会决议了 投你那个亲自销 真的 谢谢姐夫 但是啊 预算不多 没事 这个从选址装修到主题设计 我都自己来 能省就省 是 这个选址很重要 我已经看了几个了 我想最理想的是那种现成的 我改改就行 只要工期短投入也行 你一个人全部操办能行吗 姐夫 我都歇了这么长时间了 现在浑身上下就充值了俩字 干事 行 那我们准备签合同 好 加油吧小舅子 放心吧您呢 好 好 轿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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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抱了多久 路走了多久 疲惫的双眸 不知为何泪流 那些浪漫与疯狂 是否变了样 我们只顾奔跑 忘了回头望 那些欢笑与爱上 终究被原谅 回忆留一些美好 写进时光 那些浪漫与疯狂 从来没遗忘 我们随波逐流 却不敢声唱 那些欢笑与爱上 在胸口滚烫 多久了 我仍怀念她的模样 原来真的是你妈教唆你回来跟我闹啊 我妈说得对 你就是幻影人 我们的婚姻走到今天 是因为你 你没有把这个心思放在我们的婚姻上 如果你感觉累了 我可以放手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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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到抢救室了